教練給我比較多 問你一學生吧 請你出來一個立的幾位 這一段會剪進去 今天的主題是 助理教練的一日系列 那助理教練呢 一整日呢就是非常非常忙碌 不斷的剪影片 所以呢我現在在車上 要剪影片 不要煩我 掰掰 其實我們助理教練分工比較細 因為我們的助理教練團體 比較龐大 然後比較 真正的職業球隊其實就是這樣 主要我們還是 影片分析跟 想 想策略為主 對 然後交給教練 然後教練覺得OK 然後我們就來 執行這個策略 在開始 球隊全部確定人員以後 其實許哥有大概分一些人 給我們 譬如說 我是比較負責年紀比較大的 像傑哥啊 文成啊 這樣啊 主要這三個 還有兩項 我是會比較 以 就是我來溝通為主 但是這次主要是可能 影片的 影片有發生什麼問題 會各自這樣子 然後 就 就 我也會被終身帶啊 然後我也好會 或是比較年輕啊 這樣子 對 就其實有分一些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群組給我們這樣 那這哥的話就是 也是我們的 可以說是大內 大內總管 內務總管的人 就是 不管是 洋將的管理啊 翻譯啊 然後還有一些 所有的 所有的行政的 行政的資源啊 那些東西 都是這一個來接種 雖然 達出一波六連勝 但是我們還是有發現一些 很多的問題 非常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 三分線的命中率 可能是全聯盟四對 裡面是命中率最差的 接下來就是我們又 有一個 首節慢熱的問題 那其實 七場下來可能大概有 五到六場都是這樣 在首節都是 先丟個十分二十分 先挖一個洞 可以自己跳這樣子 然後再 最後再把它堆回來 那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也是經過一些 一些討論 然後去了解一下 到底做法的 會怎麼會這樣 主要是跟對投不進這個情況 我們有一個 特別方式的解決方式 大家可以去問問號 其實我們有參考一些 NPN的球團 他們的 研究 比較是研究 那 像我們 球隊都是比較 成熟的球員 所以 他們比較 需要比較長時間的休息 還有睡眠 或是休息的方式 不一定是完全的 就是不動 所以 白天的時候如果他想要休息 他其實可以試著去做一些 不一樣的運動 他其實對身體的恢復 都是很棒的 好 我們呢 現在已經抵達新竹的主場了 我們現在要介紹我們的 富邦勇士的大內總管 這個 哈囉哈囉哈囉 大家好 我是Jason 每一個主客場 尤其是IBR 每一個主客場 他那個球迷的那些 呃 水 水準啊 都不太一樣 所以 所以其實是很特別的 對 對 OK 很好很好 OK 請進 OK 非常好 這個 防疫做得很好 對 那我先走 謝謝 謝謝 本來我們是 昨天就要來到新竹了 然後今天晚上就要去討人 那相對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今天才出發 那這對球員其實他們 就是行程上面 交通上面 他們必須要在大巴上面 待的時間會比較長 然後直接來比賽 其實跟我們正常的 呃 去外地比賽的規劃 是有點不太一樣 通常我們會讓他們 休息一個晚上 讓他們身體有充沛的休息之後 才會開始比賽 今天的話希望 他們早上已經睡得夠多了 對 補滿那個十小時 希望今天可以投得更多一點 好 那就讓教練去訪問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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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如果他上派他有什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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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You got you call you call man to man Everybody man to man All right Good job good job Let's go Yeah you're good you're good Go get Go Go Champ Just watch pop All right 一個一個一個 今天其實球員的執行力都蠻好的 因為我們整場其實是針對 工程師上一場對我們的一些進攻 那我們其實在防守上面就是 就是大家都看到就是我們會以區域防守為主 那今天正好是 可能工程師的手感也比較冰冷 那對我們來說會是 我們在防守這樣看起來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還不錯的執行 今天打完五點 明天去打兩點半 其實真正的休息時間不到24小時 那我們會針對一些球員 打比較多的或是年紀比較大的 一些球員會做一個輪秀的情況 杯主杯的第二場就是會比較特別就是這樣 就是會有一些很臨時的變動 因為大家第一天的比賽 我們就要再 除了上禮拜我們準備的東西之外 那就還要再 重新再看他們今天的比賽有沒有什麼 是我們還需要再注意的 注意教練 然後這是第一次 教練教練 他知道我們在錄影所以說 不要再說到喊貓 怎麼沒招我啊 像大概三年四年前是只有我跟Jay哥 那那個時候我們兩個在準備比賽的時候 就Loading都蠻重的 許總回來的第一年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慢慢一個一個注意教練加進去 我們大概每個人都開始了解 所有東西的時候 然後我們從許總的第二年開始 然後我們就把所有 所有注意教練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開始一步步的紛紛 自己當球員的時候真的聽不懂 以前當球員的時候可能會聽不懂 教練下達的戰術秘密 也是就是當教練以後 你知道怎樣跟球員去溝通 去下達實力更快的行動 如果你不是打球出身 有些球員可能他原本 除非你已經跟他建立很好的負信的關係 那如果還沒 新來的或什麼之類的 他直接講什麼的 然後你不是打球的 你又不能示範的之類的 那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你已經在講什麼東西 你用 對不對 他可能會 你沒有 他就比較不容易幸福 教練給我比較多 問你一學生吧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我現在已經出來一個立的幾位 球員的自尊心 有時候自尊心 比較沒有辦法去接受別人以前的時候 就是要用很多方式 跟時間去溝通 最難處理的洋將 投你恰恰嗎 他本身的能力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球員 那也是有NBA之力的球員 那 但是他就是一直在過美國的時間 一直在過美國的時間 或者他是有一個睡眠障礙 都是 就是 晚上不睡覺 早上才睡覺的那一種 所以通常 早上練習他是不會到 然後下午有可能會到 也有可能不會到 大致上洋將 個性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就是 有一些有比較特別的一些習慣 所以這個我們要 肯定要 這一段會 剪進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一切是奉祖耶穌基睿的明秋 阿妹 準備 Let's go 加油 加油 出發 努力 Number 23 shooter 28 shooter Number 5 shooter 我等一下發 3秒 9 9 9 7 7 7 8 8 5 9 9 9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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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君跟兩場感覺其實OK 我就OK 其實跟昨天一樣 我們就照著我們準備的東西走 然後下半場又是我比下半場更好 然後我們的後面的比較年輕的球員 全部都有上台 然後都有表現出來 成效算很好 然後包括像結果壓到溫層 我們就讓他們更完整的休息 我想跟大家講 我們這禮拜就繼續同樣的Schedule 然後讓他們有多一點的休息時間 我們在比賽的時候就可以表現了 各位旅客晚安 歡迎搭乘勇士所向星宇起航 這裡是機組員有遊 代替機長比爾向大家問好 本班機將由台北 飛往和平籃球館勇士主場 接下來將由機長比爾帶領大家起航 祝您有個愉快的看球體驗 我們在這裡 看起來 遙控的地方 車両人 他被人魚餅 趕快看 在這裏蹼路前面 我們在這裏蹼路前面 知道 他有アカ人的車嗎 好嗎 好嗎 這裏蹼路前面 他就裏 eigenen車 他可能是嗎 那裏見不可 他而是 handling 他 他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航空员的服裝也是很有新鮮感 而且我剛剛上去太緊張 那個衣服還穿反 疫情關係很久沒有出國 很久沒有搭飛機了 所以想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可以跟球員一起 然後順便就是做做 還沒有做過的星雨航空 可是智傑很久很久的球迷了 所以特別這次也是為了智傑而買的 希望那個21號的曾祥君可以一起來 對啊 我怕座位會不會太短 是不是要給他一個大一點的座位 我怕你應該不會太短了嗎? 我怕會不會太短了嗎? 我怕我怕你不是太短了嗎? 我怕你不是太短了嗎? 我怕你不太短了嗎? 我怕我怕你不太短了嗎? 我怕你曾經過一步